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花花草草都有一些自保的功能 只条带刺都很常见 有很多带刺的花花草草 它们开花都可美了 养好了也很大气 若是喜欢这样的花花草草 最好是养在室外 或者是一些不易被人碰到的地方 最好不要养在活动范围大的客厅 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是不利于健康 若是不小心被扎着了就很麻烦 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 若是孩子在玩耍的时候扎伤了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是一种很大的安全隐患 其次 客厅若是养一些带刺的花 也不利于家居风水 无形中会给人一种恐惧感 有一种巨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不利待客 从风水上来说 一起口水之争 生活常见的带刺花草有 月季花 三角梅 大型仙人球 龙骨 虎刺梅 芦荟等等 建议不要养在客厅 你若是喜欢这些花 建议放到室外呀 二 客厅不养 臭臭花 不同的花草 不同的味道 有些花香闻起来 庆幸宜人 有的花草 却会散发出一股 难闻的味道 闻着就让人不舒服 严重的还会让人 头晕眼花 对于这样有异味 臭味的花草 建议不要养在客厅 最好不要养在 封闭的室内 这样的花草体味太重 会污染客厅的空气 总让人感觉空气不好 不舒服 严重影响人的心情 常见的臭味 比较明显的花 会有部分品种的 多肉法师 五色梅 部分品种的 天竺葵 石楠花 大花犀牛 万寿菊等等 最好不要养在客厅里 三 客厅不养 香香花 除了有臭味的花草 温不能养在客厅 还有一些花草 有很浓郁的香味 对于这种花草 最好也不要养在客厅 特别是家里有 呼吸道疾病的人 老人 孩子等等 因为香味浓郁的花草 花粉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的多 万一花粉过敏 就会让人不舒服 而且人们长期 在花香过于浓郁的环境里 还会有头晕 恶心等不舒服的情况 这样对于身体不好的花草 有一定安全隐患的花草 我们就不要养在客厅 若是在招待客人的时候 引起客厅花粉过敏 真的很麻烦 这样的花草 最常见的当属 郁金香 风杏子 香水百合 千里香 布粉月季花等等 建议不要养在客厅 它们香味浓郁 偶尔闻一下 可能会很好 若是长期闻 可能就会上头 让人不舒服 四 客厅不养 大毒花 花草有本性 为了自保 有些花草带有较强的毒性 这些有毒的花草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还可以当药材 对人体是有益的 但是对于一些养花爱好者来说 轻毒性的花草 养起来是无所谓的 因为它们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但还是有很多花草 它们毒性较强 若是有些植物的毒性 就有挥发性 对于这样的花草 我们最好也不要养在客厅里 就是说客厅不要养大毒花 比如说一品红 花色娇艳 花旗长 看着就很美 但是建议不要养在客厅 它的毒性虽然没有挥发性 但是毒性太强 还有法国香水茉莉 虎瓷梅 花叶万年轻 光棍树等等 二 客厅养什么花草好 一 橡皮树 橡皮树是一种多年生的小乔木 品种有很多 常见的就有 花叶橡皮树 棕叶橡皮树 绿叶橡皮树 叶片宽大肥厚 油亮有光泽 整个猪行看起来时尚大气 满满的印子风 特别适合点缀 现代化的家居环境 而且它还是有名的 除尘小能手 不仅能够进化空气里的 各种有害气体 还能进化装修和二手烟 遗留下来的有毒害气体 还能够滞留灰尘 粉尘 能让室内的空气环境更清新 特别适合点缀 刚装修好的新家 以及家里有抽烟的人家 是有名的健康绿质 橡皮树也很好养 平时养护 放在光线明亮的通风处 土壤四五成干 浇一次水 经常擦拭叶片 保证叶片清洁 能够增强进化能力 在生长期 一个月最好 试一次多元素复合肥 或者是有机肥 二 琴叶蓉 琴叶蓉是近两年 比较流行的网红绿质 叶子大而有形 养出的状态 特别像是一个个的小提琴 橙指生长 看起来饱满亮丽 满满的是伤风 放在家里显大气不说 还是有名的自然加湿器 它的枝叶在生长的过程中 有很强的蒸头作用 能够增加空气的湿度 减少灰尘 粉尘 且它在生长过程中 还能进化各种的有害气体 产生氧气 养在客厅 大气又健康 琴叶蓉不喜欢强光 也不能缺光 放在散射光充足 通风好的地方 最利于它的生长 同时要注意 它的耐寒性不是很好 冬天室内的温度 不能低于10度 最好能够保持在15度以上 可以适量的多晒晒 生长期浇水 渐干渐湿 可以多喷湿水物 一个月最好能湿 两到三次的复合肥 以有机肥为主 以促进它的快速生长 春雨 春雨的叶片很大 像一个个大大的羽毛 四季翠绿 株形独特 清新有文雅 格调十足 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 满满的硬丝上风 春雨也是有名的健康花 它在生长的过程中 不但能够吸收各种有害的气体 还能够吸收水物 以及水体中的有毒物质 进化环境 并且它还可以入药 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 它宽大的叶片 还能滞留灰尘和粉尘 客厅养一盆 大气时尚又健康 四红掌 红掌在生活中很常见 因为常年开花 几乎能够做到天天开花 花色大多是娇艳喜庆的大红色 所以有红红火火的美好寓意 因为它好养 开花时间长 而且对光照的要求不高 花叶俱美 没有特殊的气味 所以养在客厅很合适 特点是喝点稍小的客厅 养红掌可以水培 也可以土培 借给它明亮的散射光 保持良好的通风 施肥以灵甲肥为主 建议用三次灵甲肥 增湿一次复合肥 能让它夜吕花多 五 君子兰 君子兰是最常见的兰花 它的品种有很多 最常见的是 大花君子兰 黄花君子兰 垂笑君子兰 细叶君子兰 以及沼泽君子兰 大多是花期都在冬春季节 叶片凉凉对称生长 花见亭亭玉立 花色饱满亮丽 有着富贵美满的美好寓意 花叶俱美 观赏价值高 寓意吉祥 净化能力强 它是少见的夜间不屑氧气的花卉 净化各种有害气体 滞留灰尘粉尘 产生氧气 鲤鱼健康 促进睡眠 适合点着客厅和卧室 君子兰养护的时候 要有明显的散射光 因为叶片有限光性 要时常震动花盆 以保证它的叶片都能够得到光照 同时要注意塑形 保持叶片的整齐 平时养护 土壤要保持在润而不湿的状态 经常擦拭叶片 生长期十天半月 试一次兰花遮用肥 以促进生长 秋冬时节 可以适量的控水 增试一次磷甲肥 保持十度左右的昼夜温差 能够促进它开花 一朝花可以持续开两三个月 观花期正超长 六 龟背竹 龟背竹和春雨 乍一看有点像 细看之下就能够看出 它们的叶片有很大的不同 龟背竹的叶片 能够自然开背 猪形时尚大气 能够装饰各种家中环境 简约的 时尚的 中式的 欧式的 美式的 放上一盆龟背竹都很好 而且它还是有名的去污小能手 家里养一盆稍大的龟背竹 能让它周围的空气都很清新 粉尘灰尘 空气里的各种有害气体 二手烟的有毒气体 都能够有效的减少或者是进化 且好养如绿罗 所以喜欢它的人还有很多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养 时尚有格调 养起来还舍心 龟背竹不喜欢强光 有点散光就能长 而且对通风的要求也不高 平时养护 土壤四肠杆左右就浇水 多喷水雾 只要温度不低于15度 就能生长 施肥建议用多元素复合肥 也可以用复合型的有机肥 十天左右一次 能让它长得很茂盛 养好了 长得像小兽一样 特大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